每年春晚精彩都不仅仅是在舞台上 也包括咱们的观众席 比如今天我在观众席 就看到了这样一桌观众 每个人都长得慈眉善目的 看着非常眼熟 再一看 这不是我们的脱口秀演员吗 我跟你们说 我也曾经想过去当脱口秀演员 但后来我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主持春晚也还行 SR是 我觉得吧 打工也还行 对了小慧 你是换了一份工作对吧 对对对 今天你第一个来分享 说说新岗位的新感想 大家好 我叫赵小慧 新工作的新感想吧 想退休 但我这个岁数吧 别说早退休了 早退都不行 还退休呢 我的生活现在只有调休 每次那个放假安排一出来 就有人说 只要胆子大 联休十天假 那有啥用啊 那老板就算批你假 工作不也得带回家吗 我那个老板吧 哎呀别看平时 莫为淘汰 吓唤人 其实根本就没见过啥世面 知道我要来春晚可紧张了 天天发消息 小赵老师 那个上完春晚还回来上班吗 我当然回去啊 咱年终奖还没发呢 就是吧 来春晚 我觉得不能回家有点遗憾 但我爸妈说 还是不上春晚更遗憾 家里啊不差我这几分钟 我要是不想来 他俩可以替我来 爸妈人这春晚又不是脱口秀 谁都能来几分钟 今年呢是我爸的本命年 最近老在群里发 鼠兔的人转发这条消息 到三个家庭群 会有好运降临 别信这些了爸 你哪有三个家庭啊 他俩呀就老跟我说 你呀得好好工作 以后当上劳模 过年啊就能上春晚的桌了 萨老师我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 你们这儿不当劳模 也让上桌 这是在点你呢 回去更得好好工作 压力好大呀 那就争取退休之前 能上大国工匠那桌做一做 你这个目标太远大了 距离你简直就 好像也就三米五是吧 就在那桌 你看都开始为你腾地了 年轻人的梦想就要有境界 谢谢小慧 邱瑞 咱聊聊年轻人的感情生活吧 看你能聊出什么境界 大家好我叫邱瑞 我这一听小慧这都聊到 大国工匠了 那我这光聊感情境界 肯定是跟不上了 我直接聊婚姻吧 哎等一下 我记得你没结婚吧 啥意思要在春晚求婚呢 我给你讲 邱瑞 那这可是春晚四十年头一回 你要是求婚成功了 对于你女朋友来讲 这个节目就叫 难忘今宵 但是赛哥你想啊 春晚这么多年都没人求婚 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为什么呢 咱也没有大年三十求婚的习俗啊 就这个时间点我光当一跪 我女朋友都不知道应该先答应我 还是先给我压税钱 更何况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求婚 这里边多少都有跟我女朋友重名了吧 我就害怕我家王涛正考虑着呢 别的王涛先答应了 可咋办 但我最担心的呀 还不是观众会重名 是春晚他有重播 我一求就得求好几天 我女朋友都别说难忘今宵了 她想忘掉这段的话 起码也得等过完元宵了 明天我去亲家拜年 他们能一边看电视 一边跟我开玩笑 说孩子这把让人拒绝了没事 下午重播你还能再求一把呢 你能一直求到十五 咱就让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你坐下吧 你这是求婚的还是抢婚的 广志接下来你给大家送条祝福 一分钟够吗 我不用一分钟 六十秒就够了 大家好 我是何广志 送祝 送祝福这事我还真研究了 几年前大家都说群发的我不回 我不一样 我偏要回 还要精心地回 我让他看到后愧疚一晚上 怎么我这么敷衍 他这么真诚呀 广志该不会要管我借钱吧 是不是群发的很好分辨 带名字的就一定是私发的 比如广志新年快乐 这个祝福就很真诚 同时又很敷衍 还有更敷衍的 广志过年好 还有比这更敷衍的 给我发智盛新年快乐 我说我不是智盛 他说智盛新的一年 还是这么幽默 除了朋友 我还会给房东送祝福 祝你事业有成 万事如意 裁员广进 房东说 你先别助我这么多了 你能助我这就行 我的裁员全靠从广志这进 最难的 还是给喜欢的女生送祝福 我都会夹带私货 趁机表白 比如女生助我 心想事成 我说真的吗 那我想和你成 他立马撤回了这个祝福 赶快说你可真成 我确实真成 我真成的祝愿大家 新的一年 想和谁成都能成 谢谢大家 我是很广志 谢谢广志 要说老实 那还是智盛老实 我刚才一直以为 他睡着了 后来发现 他眼睛睁着呢 睁着就这么大 你这小眼睛 一直往桌上瓢 你算计啥呢 你这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真没算计啥哥 这不过年了吗 就想带点年货 给大家分享分享 我的吧 大葱啊 对 这年货也太接地气了 但是你觉得我们吃完这个 还能张口说话吗 哥你早点给我说一下 我这吃完来的 这些都是我妈从山东大吉上给我买来的 整整一麻袋呀 后台演员看见都惊了 说还是至少聪明 来春晚直播带货来了 真的就他们啊 今天晚上都是给大家送祝福 就我给家人们送福利来了 好 我小时候给我妈过年感激的时候 一结账 我妈就说 说哎呀 没带税钱 给抹个零吧 但一给我发压税钱 她就说 哎呀 给你点税钱 税税平安 有一年 我打开红包 愣是没找到钱 我说妈 今年这个钱压得这么税呀 我都看不见 我妈说 这不没税钱吧 给你抹了个零 哎呀 现在我每次在家 过完年啊 回来工作的时候 我妈就是 家里有啥都让我带上 肉 奶 蒸的馒头 腌的咸菜 我说妈 这就别带了 妈说不行 你得带 你把这些都带走 我们才好买新鲜的呀 这次呢 我妈也让我带来了 新鲜的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这祝福就完了 你这也太敷衍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怎么也得有个谐音梗 比如说什么钱托无量之类的 哥 这个我真研究了 像挣钱啊 发财 这种祝福 您送最合适 为什么 因为这个贝就是钱 撒贝就是撒钱 所以勾起完蛋 还得说你撒贝宁啊 你听我说 酸Q 你就说我撒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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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